你们家的猪食欲怎么样? 有没有食欲不振的现象? 猪的食欲,食量好增重就快, 这样就能提早出来,减少养殖成本, 拥有好的效益。 那么猪食欲不振,怎么办? 饲料的好坏,对猪的食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 从适口性方面来改善饲料, 可以有效提高猪的食量。 首先干湿问题,现在为猪料型共有三种, 即干料、湿拌料和稀料。 据实验,同样的饲料湿拌料未法采食量高, 稀料差,其次颗粒度如果过粗, 饲料的利用率会下降,造成浪费, 时间长不利于猪汁健康, 同时饲料过细也不合适, 从而影响采食量。 那么怎样才能让猪汁吃上既好吃又健康的饲料, 提升食欲呢? 当然是选择智能周料器了, 周料适口性更好, 猪汁更乐意吃,吃得更多, 更容易消化,长得更快可提前出栏7至10天, 设备无阳沉,减少呼吸道疾病发生率。 饲料利用率更高,节约饲料, 可降低子猪断奶时的应激反应, 提高营养吸收率, 料肉比降低约0.3, 为猪汁健康成长打下基础, 实现降本增效。 关注我,带你了解更多男商能科智能养猪设备。